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希望我的頻道可以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FB、Twitch、BidiBidi還有Discord 今天在台服聽力解鎖有官方公告了這個 訊息齁 最主要就是 邪索人土的這個 單卡詞的部分齁 那這個部分呢 呃我看一下他 台服是說 邪索人土先不召喚5月19號開始到6月1號 然後 在陸服的時候是打生魔之刃傳的某一個篇章 我記得 第二張還是第三張的某一個章節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就可以開啟這個卡字 不過台服的方式是直接 呃給你一個活動活動時間這樣子齁 也OK啦 那技能部分可以參考大師影片 呃的技能介紹部分 那這邊我就 只講他的天賦就好了 然後天賦的部分是一開始 假如一進入戰鬥的時候呢 自身可以獲得血症的buff 那只要在這個回合進入對戰 的行動結束的時候可以消除血症 那血症 你只要有血症的buff的情況之下呢 你如果受到致命傷害 就可以免除死亡 然後自身氣血恢復20到50% 就有點類似像定魂的概念 冰璃的定魂概念 然後他可以額外 千允超可以額外獲得一個 屠戮的狀態 每場戰鬥都可以觸發一次 那血症的buff就是傷害 免傷提高10到20% 對戰之後恢復傷害的數字 是25%到58 也就是說 你的傷害越高 你恢復的氣血越高 因為他的行動結束的時候 會損失當前氣血的25% 那屠戮的buff是無法獲威隊友 主動攻擊對戰 後會造成一次固定傷害 然後目標氣血第50%的話 則本次傷害 本次固定傷害翻倍 好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還有陣法 再來就是 另一個召喚卡是 小吾儀跟玄機 魔法小吾儀跟玄機 然後另外一個是 勤念之魂的 蝴蝶的這個 實裝 那就看各位 不想這個實裝去勤念一下 勤念就有點類似 看看運氣啦 像上次的那個潮信也是 我大概想說第五抽 第四 第五啊第六抽就中了 好然後這部分的話 這是一些禮報部分 那禮報部分基本上 我都是沒在買的 然後我記得我好像看到他有一個 錯誤的地方 這一個 銀魂逸靈可 什麼時候有SSR 因為我們都 聽聽解釋 絕拓 絕 極 拓 命名的 沒有SSR 打錯吧 好 那 最主要是賢遠超 那大家 就看喜不喜歡 神魔之神傳當中的 賢遠超這個 這個人物啦 那基本上 我就是 我會看狀況去決定要不要抽啦 不過 身為一個神魔之神傳 的玩家 好像是該抽的齁 好啦 今天的情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P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pe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